嘿各位住宿生你们一定想知道寒假时你们寝室的东西要不要搬走对吧 这就听我说 如果你的寝室无人寒宿也无人有宿舍加点 那么所有物品都要清空 但如果你有加点 只要一点 你就可以凭加点单证明 将个人物品打包把行李放在书桌上及柜子内即可 PS床面要清空 你没有申请寒宿也没有加点 但你的室友有两人或以上申请寒宿 你就可以将个人物品打包 把行李放在书桌上及柜子内 PS床面要清空 如果寝室内只有你自己一人申请寒宿 你将要搬家跟其他寒宿生一起住 床卫会与寒宿报到入住时确认 物品可于两日内搬移完毕 另外 有申请寒宿的同学 若你的寝室内有两人或以上申请寒宿 那么你就可以不用搬家咯 好